快看,赛罗的房子变小了,就在今天早上 我去上学了,爸爸再见 小赛罗再见,我也要去打怪兽了 赛罗父子都出门了,突然一道闪电击中了赛罗的房子 赛罗的房子就变小了 赛罗打完怪兽回到家,他还不知道这件事 我的房子去哪了 因为房子太小,赛罗没有看到,误以为房子丢了 可恶,房子又被偷了,让我看看是谁这么大胆子 赛罗很生气,他找到了托雷基亚 托雷基亚,是不是你偷了我的房子 上次偷你房子被教训后,我只能睡帐吧 再也不敢打你房子的主意了 好像说的有道理,还是去找别人吧 他又来到贝利亚的修理厂 房子肯定不是我偷的,我早就不做坏事了 说的也对啊 他又找到黑暗渣机,黑暗渣机正忙着卖渣机 我这么忙,哪有时间偷房子 你买渣机吗,不买就走吧 赛罗没有找到房子,只好先回家 小赛罗放学了 没有房子,我们晚上睡哪呀 咦,爸爸你看,那是什么 小赛罗发现了小房子 让我看看,这是咱家的房子 他怎么变小了 你在家写作业,我去找人把房子修好 赛罗来到医院,奥特之父正在给怪兽看病 大家排好队,一个一个来 奥特之父,你能帮我修房子吗 是赛罗啊,我还没给房子看过病,要不我给房子打一针吧 还是算了,房子扎个洞就要漏雨了 赛罗只好坐上公交车去找奥特之王 奥特之王正在家里洗衣服 奥特之王快看,我的房子变小了 赛罗你别急,先让我看看 他对着小房子查看起来 这是,对不起赛罗,这是我做的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练习闪电技能的时候,不小心击中了你的房子 我马上就帮你修复 奥特之王发动光之能量 房子飞了起来,然后飞回赛罗的院子里 看来是我冤枉了别人 要弄清原因再下结论哦 好